這兩個 那程式啊我真把上面的部分呢修改一下就是叫做 比如說複數 叫做 改一個名稱好了 比如說這地方的話呢叫 7的倍數 類似像給他一個名稱好了7的倍數 OK那7的倍數其實範圍都一樣 也是這個範圍所以這上面的程式不需要修改 需要修改的就是if 這個裡面的儲存格裡面值如果說能夠被7整除 那7整除怎麼表示呢 特別注意啊 就是裡面有一個叫mode mode就是求於數的意思 mode多少mode7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呢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值能夠被7整除 比如說裡面是14的話 mode7 就是除以14除以7 余多少 余0 那這個就是余數 如果mode之後這個後面的余數是0 表示能夠被整除 then then做什麼呢 就是呢 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呢 因為我們有個selection 所以上面一定要有個什麼 select的動作 所以我就把上面的這個地方呢 先做一個select 先一定要記得先把select 先選取 先把這個儲存格選取 因為它能夠被整除嘛 對不對喔 然後呢 select之後呢 才會有個selection select selection 那selection之後的話呢 顏色的部分呢 做修改 這個白色的字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呃 這個這個背景喔 是這個紅色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新名 應該是放著 確定一下這個 顏色的部分喔 這個字的顏色 OK 那這裡都好想喔 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地方喔 就是主要是這個 這兩行喔 背景的顏色 字的顏色跟背景色 OK啦 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啦 特別注意喔 剛剛這個地方喔 這個font 這個font 點color 就好了喔 不是seeming color 那個 這地方呢 直接根據它的那個顏色 字型顏色更改 所以這地方喔 就是先做一個select 動作 然後呢 再做一個selection 給它一個color 那color就是白色的喔 那它的背景色是紅色的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執行看看 要判斷它能夠被漆整除 那這個地方的話